第1270章 心机深沉 茫然地看住东方秀 楚行云道 不是说 帝尊就是最高境界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帝尊之上又是什么 面对着楚行云的询问 东方秀显然 也没有答案 茫然地摇了摇头 东方秀道 帝尊确实是最高境界 至于帝尊之上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毕竟 就连帝天翼也并没有真的超脱帝尊境界厅 住东方秀的话 楚行云只感觉遍体寒冷 作为陵墓帝尊的玄孙 连他提起帝天翼 都是这种口吻 可见帝天翼有多么的强大了 好比一个孩子 想搬起一块石头 结果却搬不起来 这个时候他通常会安慰自己 这石头太沉重了 就连爸爸也搬不动吧 就连二字 看似普通 但是通常都是在对比两个差距很悬殊的目标时 才会用到 用南宫俊义的话说 不能秒杀帝尊的 算什么天地 楚行云很清楚 他就是轮回天地第九次轮回的顶炉和截子 一旦轮回天地这次成功 必然能突破帝尊境界 进入到一个前人未曾到达的领域 那个领域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摇了摇头 楚行云的心情无比的沉重 原本 他以为只要成就了帝尊 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是听了东方秀和南宫俊义的话后 才明白 即便成就了帝尊 再轮回天地的面前 依然与蝼蚁无异 看住楚行云心事重重 一脸的沉重 东方秀对住楚行云眨了眨眼睛 翠升道 你也不要太担心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护送你到传送镇 只要进入南宾学府 你就真的安全了 恩恩 点了点头 南宫俊义道 好汉不吃眼前亏 听我的 赶快走 我保你无事面对两人的劝说 楚行云不由得一愣 他确实心事重重 心情确实很沉重 但是那个让他心情如此沉重的人 是轮回天地 是地天意 而不是那两个脑残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南宫学府 我有时间一定会去看看的 不过现在嘛 暂时还抽不出时间来 见到楚行云竟然不肯走 南宫俊义 焦急地道 嘿 听我说兄弟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听我的 赶快走 深深地看了南宫俊义一眼 楚行云微笑住摇了摇头 虽然明知道前路艰辛 但是他却不能退避 这里面的道理 不是三两句可以说清楚的 对着东方秀和南宫俊义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真的多谢你们了 我的路 我会自己走下去 你们不用为我操心说话间 楚行云不再理会 两人 迈开脚步 朝白塔的方向走去 目送楚行云渐渐远去 东方秀和南宫俊义久久没有出声 直到楚行云的身影消失在转角处 东方秀才撇了撇嘴道 我这次可是全力配合你了 但你这个笑面虎 却依然是无功而返 什么笑面虎 你可不要 污蔑我 我是真心为他好南宫俊义冷声道 为他好 失笑一声 东方秀不屑地道 你那是为他好吗 他要真去了你那里 不等于是畏惧全是 主动放弃了水流箱吗 听到东方秀的话 难攻俊义 但面色不由的一尘 很显然 东方秀说中了他的想法 撇了撇嘴 东方秀继续道 而且 他一旦真的去了南宫学府 你肯定立刻把他禁锢起来 然后再用他做诱饵 把水流箱引过去 到了那时 嘿嘿 听到这里 南宫俊义的面色 越发的阴沉了 看住东方秀得意的笑脸 南宫俊义道 咱俩就不要互相嘲笑了好吗 大哥别笑二哥 你就比我高尚 听到南宫俊义的话 东方秀花容色变 翠声道 我怎么了 你可不许玷污人家的名誉 你还有名誉可言 不懈地撇了撇嘴 南宫俊义道 刚才要不是你对住他几枚弄眼的暗示 阴阳怪气地说什么真的安全了 他未必能看穿我的计谋 听到南宫俊义满是怨气 的话语 东方秀柔美的轻舞小嘴 故作惊讶地道 呀 可怜的小俊俊 原来被人看穿了呀 废话 愤怒地看了东方秀一眼 南宫俊义道 你没看到他临别前 深深看我的那眼吗 那可真是一位深长的一眼啊 笨笨 开心 地点了点头 东方秀道 对对对 他临走前 还说真的多谢你啊 这显然是反话嘛 你真的好可怜 吃笑一声 南宫俊义道 你确定他说的是真的多谢你 而不是真的多谢你们 这 听到南宫俊义的话 东方秀顿时花容色变 这一次 轮到南宫俊义开怀大笑了 看住东方秀 南宫俊义道 你不会以为只有你骗过了那个家伙吧 你可真逗 你真觉得自己比我们都高明吗 摇了摇头 南宫俊义苦笑着道 人家的话说得很清楚 多谢的是咱们俩 而且还几乎是明说了 他的路他会自己走 不用你我瞎操心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看穿 东方秀一脸的不可置信 摇了摇头 南宫俊义道 你的想法 从来都没表达出来 他肯定没看穿 不过 无视献殷勤 飞奸急到吃笑一声 南宫俊义继续道 你们 无情无故 没有任何的交情 你若不是心怀鬼胎的话 根本没理由为了他 去得罪两大帝尊看重的后人 更何况 你来这里 为的就是从他的手中抢走 水流香 他能信你才怪 听到南宫俊义的话 东方秀拍了拍胸脯 庆幸地道 呼 没被看穿就好 吓死我了 薇薇 看住东方秀紧张的样子 南宫俊义 惊讶 地道 不是吧 你真的喜欢上了那个小白脸 他除了帅点 有点小聪明之外 基本一无是处啊 傲娇地挺起了胸膛 东方秀道 喜欢他怎么了 这不 很正常嘛 你也知道 我是颜值控 他又那么帅 我实在抵挡不住他的魅力 说话间 东方秀眯起了眼睛 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无限憧憬的道 你想啊 我要是得到了他 那就得到了水流香 多么完美啊 恶然地看住东方秀 南宫俊义道 你不是只喜欢男人吗 怎么 现在也喜欢女人了 摆了摆手 东方秀道 真正陪在我身边的 当然只有行云哥哥 希希 第1271章 再见古蛮 一路朝白塔走去 楚行云的眉头 一直是紧锁住的 这五大年轻俊杰 真的没一个是简单的 别看西门狂和司马非凡 都被楚行云挤对的狼狈而去 可是他们嘴上虽然败了 但是至谋上并没有失败 西门狂和司马非凡的举动 一是威慑了楚行云 将彼此的身份和地位 彻底地拉开 让所有人都知道彼此的差距 随后 当西门狂和司马非凡 发出致命威胁时 有谁还敢和楚行云 站在一起呢 楚飞完全不惧怕西门狂 和司马非凡 否则的话 就绝对不敢在这样的时刻 围绕在楚行云的周围 那和找死没区别 因此 西门狂和司马非凡 虽然败了 但是却乾脆借替发挥 让楚行云处在了 朝不保夕的处境 虽然这猛衣看起来 似乎有点生硬 粗鲁 但是却也展现出了 帝尊后裔应有的威势 接下来是北野仓 虽然只说了几句话 但是却可以说是 字字诛心 正是北野仓 点出了楚行云时日不多 并且用一串看似文雅 实则包藏祸心的语句 酝酿出一种悲凉和凄美的氛围 北野仓走后 那东方秀和南宫俊杰 更是热情地说着说那的 甚至主动庇护楚行云 南宫俊义提供庇护场所 东方秀甚至要亲自保护他 前往传送镇 试想楚行云和他们什么关系 他们为什么对楚行云这么好 难道只有西门狂和司马飞 凡是恶徒 东方秀和南宫俊义 就是良善之辈吗 东方秀且不说他 关键是南宫俊义 如果他真的是良善之辈 再没有帝尊坐镇的南明学府 他凭什么能成为老大 不要以为 有了绝对的实力 就一定会做老大 事实上 真正做老大的 实力未必有多强 真正实力强的 大多是打手 以楚行云为例 他的展现出的实力没多强 可是他却是所有人的核心 而古蛮实力到强大了 可是他永远成不了老大 古蛮本身也只不在此 毫无疑问 南宫俊义绝对不是什么大好人 别看他总是满脸微笑 为人热情 但实质上 这绝对是老奸俱华的笑面虎 南宫俊义不简单 东方秀就更不用说了 能和南宫俊义配合得如此流畅 而且还暗中揭破了南宫俊义的计谋 这怎么可能是傻瓜 而且 和老奸俱华的南宫俊义交情那么好的 怎么可能是傻白天 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司马非凡和西门狂走得近 南宫俊义和东方秀走得比较近 至于北野仓 则属于独狼 一向独来独往 其他四大俊杰基本都不理他 但是 北野仓就是好人吗 其实大错特错 楚行云可以肯定 那五大俊杰 绝对不敢杀了他 不然的话 也不需要等到今天了 虽然杀了楚行云 就可以将最大的竞争对手排除掉 但是作为帝尊看重的子孙 若他们用这样的手法 就太让人失望了 可以说 谁敢杀楚行云 谁就会被身后的帝尊彻底抛弃 能被帝尊看重的 不可能是顽固跋扈的子孙 在帝尊万年多的生命里 他们见过的子孙多了去了 能够被他们看重的 不需要怀疑 一定是智谋和天赋兼具的奇才 虽然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各自的性情是难以改变 也无法伪装的 但是不是狂傲的人 就一定是傻的 很可能是大智若愚 五大俊杰联手下 楚行云被彻底的孤立了起来 一旦所有人都疏远楚行云 那他即便再有本事 也成不了任何事情了 而且 虽然不敢真的杀了楚行云 但是规则之内的所有手段 他们都是会用的 事实上 帝尊之所以看重他们 并不仅仅是实力 更多的就是对规则的运用 只要在规则之内 他们就可以自以妄为 百无禁忌 思索间 楚行云一路进入了白塔 刚一进门 便看到了一层大厅内 正擦拭着开天战刀的古蛮 见到楚行云到来 古蛮猛地跳起身来 快步迎了过来 看住五大三粗 浑身肌肉浮屠的古蛮 楚行云不由地暗暗赞叹 这半年来 古蛮的进步很大 一举一动中 已经携带上了 开天斩的威势和神韵 上下打量着古蛮 楚行云道 一天十万刀 一直在坚持吧 兴奋地点了点头 古蛮道 当然了 这可是老大叮嘱的 我怎么敢放松 微笑住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你这个角度有问题 你所做的一切 为的是你自己 而不是为了我黑黑 摸着后脑勺 古蛮傻笑了起来 他 不是真不知道 这一切为了谁 只不过 他的嘴比较笨 想讨好一下楚行云 结果却适得其反 看住傻笑的古蛮 楚行云只感觉一切烦恼 都瞬间消散 那五个家伙 想彻底孤立他 但想得却太简单了 别的不说 魔灵一族不会孤立他 深运一族也不会孤立他 面前的古蛮 更不会孤立他 拍了拍古蛮的肩膀 楚行云道 怎么样 最近半年来的战斗中 有没有什么疑问和问题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古蛮连连点头道 有 怎么可能没有 而且问题还很大 哦 问题很大嘛 说来听听 楚行云微笑住道 皱了皱眉头 古蛮道 开天斩确实很强大 绝对是帝尊级的绝技 可是 招式却太单调了 就是那么一批 太好防范了单调 听到古蛮的话 楚行云不由得愕然 不过很快 楚行云便苦笑了起来 楚行云也会开天斩 而且他所掌握的开天斩 是巨灵战将 在帝兵残忍内 修行了三千多年的 已经是出神入化了 巨灵战将临终前 将三千年的感悟 全部转送给了楚行云 因此 楚行云的开天斩 有着三千年的修为 对于楚行云来说 随手一刀挥出去 不管怎么挥 都是开天斩 可是古蛮就不行了 他对开天刀法的掌握 还太粗浅 只能圆招圆式地去施展 无法变通 也无法改心 思索间 楚行云道 别注急 也别担心 开天刀法变化万千 怎么可能单调 之所以感觉单调 只是因为 你对开天刀法的掌握 还太粗浅了 恶然张大了嘴巴 古蛮一脸的惊讶 这开天刀法 他已经修炼了两年时间了 这掌握还算粗浅吗 第1272章胖揍古蛮 最近半年来 古蛮其实过得很烦躁 虽然他一身的本领 但是却很难发挥出 最大的威力 开天斩 真的太单调了 就是双手将战刀举过头顶 然后自上而下 全力一刀劈下去 只要对方不是傻的 就很容易躲避 就算来不及躲避 也可以及时招架 这就让他难以快速击溃对手 而若不能短时间内 三两刀尖秒杀对手 那么他们的队友就会围过来 战局变化就太复杂 他也不一定能赢了 有心学习一些其他的刀法辅助 可是一来老大根本不允许 二来也找不到这样的刀法 等闲的刀法 即便学了也没用 与其施展那些繁杂的刀法 还不如用开天刀法 硬凿来的效率来得迅猛 看出古蛮愁眉苦脸的样子 楚行云不由地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楚行云收起了笑脸 严肃地道 古蛮 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 要知道 你现在对上的都是年轻一代 最杰出的舞者 能战胜他们 已经足够你骄傲的了这 听到楚行云的话 古蛮如遭雷击 是啊 他现在对上的可不是软脚虾 更不是无名之辈 事实上 很多被他连续十多刀 劈得狼狈不堪 最终被当场斩杀的 都是九霄学府的明星学员 恶然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忽然发现 自己最近真的膨胀了 遥想一年前 对上司马长天的时候 他甚至是被秒杀在当场的 可是现在 即便不开启不败今生 司马长天又如何能进他身 仔细想来 他现在郁闷的 只是因为开天刀法太过简单 不能一刀将司马长天劈死而已 并不是不能战胜司马长天 越是想 古蛮就越是开心 没想到啊 自从跟了老大后 他的实力真的是突飞猛进 时到现在 秒杀不了同境界的人 便已经让他郁闷 甚至愤怒了 可是 同为涅槃九重天 凭什么人家就要被他秒杀啊 若人人都像他这样不满足 那还用活吗 摇了摇头 古蛮张了张嘴 正准备说话时 楚行云道 开天刀法是帝尊级绝学 虽然看似简单 但是真想掌握 却难之又难 看了看古蛮 楚行云摇头道 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开天刀法 但是事实上 你对开天刀法的掌握 不过是皮毛而已 皮 皮毛 恶然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苦修了两年 楚行云竟然说他只掌握了个皮毛 这 严肃地看住古蛮 楚行云无比认真的道 开天刀法毕竟是帝尊级的绝技 虽然看似简单 但正因为简单 所以才更难掌握轻轻易伸手 楚行云的手中 出现了一只一尺多长的竹竿 握住竹竿 楚行云以竹竿带剑 指指着古蛮道 来来来 我让你看看真正的开天刀法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什么 你 你要和我对战 面对楚行云的邀请 古蛮眼珠子瞪得溜元 以楚行云阴阳九重天的境界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这个拥有初级武皇战力的存在 看住古蛮目瞪口呆的样子 楚行云没好气得到 想什么呢 你不需要还手 只能招架和闪避就好了 恶然看住楚行云 不过很快 古蛮 就明白了过来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古蛮一个劲地摇头 开天斩 从来就不怕对手反击 若对方敢反击 绝对会在开天刀法的威势下 翠库拉朽般地被当场摧毁 开天刀最怕的就是闪避和招架 对于是大力臣的开天刀法而言 无论是闪避还是招架 都并不难 随手将手中的开天刀放在了一旁 古蛮张开双手道 来吧 你随时都可以攻击 这样的竹竿伤不到我 看住古蛮 赤手空拳地对住自己 楚 行云不由地笑了起来 虽然两人的境界差距很大 虽然楚行云用的只是竹竿 但若以为这样就伤不到他 那他把开天刀法想得太简单了 好吧 那你小心点 我来了 话声刚落 楚行云一个剑步窜了出去 手中的竹竿一势横扫 朝着古蛮扫了过去 啪 清脆的声响中 古蛮双手高举过顶 试图抵挡从天而降的竹竿 开天斩就是这样 就那单调的一招嘛 攻击也必然是自上而下 所以 没错 随骨 蛮的腰腹间 就被竹竿狠狠地抽了一劲 愕然地朝楚行云看去时 楚行云第二招已经攻了过来 噼里啪啦 接下来的十几秒时间里 楚行云手中的竹竿 画出了漫天的虚影 彻底将古蛮笼罩了起来 哎 噼里啪啦的声响中 古蛮被抽得体无完肤 当楚行云终于满足地停下手来 舒畅地呼了口气的时候 古蛮已经被揍得不成人形了 畅快地喘息住 楚行云只感觉通体舒畅 连心情都变得好了起来 今天在五大俊杰身上受到的气 已经发泄得干前净净了 只可怜古蛮被揍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悲惨地趴在地面上 古蛮简直是欲哭无泪啊 说好的开天斩呢 说好的从天而降呢 这都是什么 若只是一两剂竹竿 古蛮绝对是可以抗下来的 可是楚行云那是一两竹竿吗 那是一两百竹竿啊 直打得古蛮鼻青严肿 屁滚尿流 喘息了好一会 楚行云终于开口道 怎么样 我这开天刀法 可还单调 听到楚行云的问话 古蛮哭的心思都有了 张了张嘴 古蛮虚弱地道 老大 说好的开天斩呢 说好的从天而降呢 面对古蛮的质问 楚行云严肃起了表情 认真的道 你 仔细想一想 我施展的不是开天斩吗 我的攻击 不是从天而降吗 茫然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快速思索了起来 刚才光顾着挨揍了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楚行云的竹竿 虽然挥舞得乱七八糟的 什么角度 什么姿态都有 但是无一例外的 那真的都是开天刀法 这怎么可能 而且 最让古蛮不解的是 很多攻击 都是从地面往上挑战的 那是从天而降吗 那是拔地而起好不好 看住古蛮疑惑的表情 楚行云摇了摇头道 我解释起来很容易 但是在此之前 你先思考一个时辰 若还是想不明白 我再告诉你 第1273章被天刃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住 转眼之间 一个时辰便过去了 茫然的盘腿坐在楚行云面前 古蛮只感觉脑袋里全是江湖 别说给他一个时辰了 即便给他一百年 他也想不明白啊 终于时间到了 楚行云对住古蛮道 既然你想不明白 那么我来问你 我施展的是不是开天刀法 点了点头 古蛮道 你施展的 确实是开天刀法 但我想不通 你是如何施展出来的 耸了耸肩膀 楚行云道 很简单啊 就是从天而降 劈天斩地的一刀马 面对楚行云的解释 古蛮剧烈地摇住脑袋道 你这不对 你很多攻击 根本就是从地面上挑起来的 那也能叫从天而降吗 微笑着看住古蛮 楚行云 道 那你觉得 什么是天 天到底是什么 不解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伸手指了指头顶道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至于天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点了点头 楚行云随手拿起古蛮面前的开天刀道 开天刀法 是从天而降的刀法 那么刀背永远会对住天空 刀刃会永远对住大地 对嘛 古蛮断然道 这是当然了 不然怎么叫从天而降呢 微微一笑 楚行云继续道 既然如此 那么刀背就是天 刀刃就是的 这个可以画等号吧 疑惑地点了点头 但是古蛮却还是点头道 当然 这是没有问题的 轻轻将开天刀反转 将刀刃朝向天空 刀背对住大地 自下而上一记了斩后 楚行云道 既然刀背是天 刀背是地 那么这一刀不依然是从天而降吗 啊 你 这 听到楚行云这句话 古蛮只感觉大脑内一片轰鸣 竟然还可以这样的吗 剧烈地摇住头 古蛮挣扎着道 不对不对 刚才混淆了 刀背冲天时 才等于天 刀刃对地时 才等于地 你这样 严肃地摇了摇头 楚行云斩钉截铁的道 没什么不对 刀背就是天 刀刃就是的 可是 十一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摇头道 可是你这样解释的话 那么其他角度的开天刀法 威力比不上真正从天而降的那一招啊 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没错 高高跳起 双手举到过顶 确实可以将威力发挥到极致 可谁跟你说 只有极致才是唯一 面对楚行云的问题 古蛮不由低声自语住 是啊 任何刀法 都不可能做到每招每事的威力都一模一样 有的招式强大 有的招式弱小 但却胜在诡异 或者角度刁钻 看住目瞪口袋的古蛮 楚行云道 你现在施展的 其实是开天斩的绝招 其他角度的刀法 则是开天斩的常规招式 这样说你能明白了吧 愣愣愣 见到楚行云的解释 果然如自己判断中的一样 古蛮不由得开心无比 时到如今 他已经隐约明白了过来 但是总的说起来 还是迷糊的 面对着古蛮 楚行云道 而且你不要忘记了 虽然从天而降的那一刀 确实威力无比 但是对方抵挡和招架起来 也是最强有力的 深吸了口气 楚行云道 现在 伸出你的右手 五指伸直 虽然不知道楚行云要做什么 但是古蛮却还是第一时间朝前方 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五指伸的笔直 轻轻捏住古蛮的指尖 楚行云道 对于来自上方的攻击 对方可以脚踩大地 拼击整体的力量去招架 抵挡 可是对于来自侧方的攻击 便无处借力了 说话间 楚行云微微发力 将古蛮的右臂 朝外侧一推 古蛮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楚行云的力量并不大 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 面对着微不足道的一推 他的手臂却根本抵挡不住 直接被朝外推开 看住目瞪口袋的古蛮 楚行云松开了手 继续到 虽然其他角度的攻击 其威力不如真正从天而降的那一刀 但是对方的招架能力 则更是几倍降低怕 猛一拍腿 古蛮道 我明白了 这一次我是彻底明白了 真正的破坏力 是攻减减防御 开天斩虽然是大力尘 但是对方的招架起来 也是固若金汤 而从两侧斩击的话 开天斩的威力虽然降低了 但是对方的防御降得更多 因此相对而言 威力不但不会减弱 反而会增强 微笑着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没错 事实正是如此 而且最重要的是 对方怎么可能知道 你的战刀从哪个角度批来 怎么可能每次都成功招架 每次都成功闪避 兴奋地咧开大嘴 古蛮笑得很傻 但也很兴奋 之前 他的开天斩之所以 那么容易被招架 被闪避 是因为对方明知道 古蛮就只会那么攻击 明知道对方会如此攻击的话 那招架和闪避起来 自然就游刃有余了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一旦出刀角度并不固定 那对方就只能用眼睛看 然后迅速判断 最终做出反应的 这一连串下来 虽然不是说 绝对不能招架和闪避 但是成功率就太低了 兴奋地站起身来 古蛮拿起了开天刀 一边思索住 一边挥舞了起来 可只挥了几刀 古蛮就愁眉苦脸了起来 一旦更改了出刀的角度和线路 他根本就施展不出开天斩了 苦涩地看住楚行云 现在 古蛮终于明白 楚行云对他的评价 真的在正确不过了 对于这开天刀法 他真的是只掌握了皮毛而已 就只会原始原招 原样地施展出来 稍微一个变化 就再也施展不出来了 茫然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道 老大 我要练多久 才可以像你这样 随意挥洒 朝朝都是开天斩 张了张嘴 楚行云不知道该怎么说 毕竟 现实是很残酷的 拍了拍胸膛 古蛮道 放心吧老大 我的承受力是很强的 你尽管实话实说 我看得住 不确定地看了看古蛮 楚行云道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说了 按照一天十万刀的训练量 大约有五六千年 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了 十 什么 目瞪口呆地看住楚行云 对于这个答案 古蛮发现自己的承受力 既然是如此的薄弱 第1274章担忧 怜悯地看住古蛮 楚行云很可怜他 可是这一切却是真的 楚行云的开天刀法 是巨灵战将 在地兵残片中 心无旁骛地苦修了三千年才达到的 而且 地兵残片还虚拟出了灵牙帝尊做他陪练 三千年时光 在灵牙帝尊陪练下 一秒都不曾休息 才达到了如今的境界 事实上 五六千年 那都是怕下到古蛮 真实的情况是 万年时光 他都未必能达到啊 正联名间 古蛮断然道 老大 不是我不信你 可是这实在太夸张了 你才多大 就练到这个境界了 我凭什么就要五六千年 这不符合逻辑 面对古蛮的质疑 楚行云也没有隐瞒 直接将巨灵战将 以及开天刀的一切 都讲了出来 一个字都没有隐瞒 对于巨灵战将 古蛮当然是熟悉的不得了 事实上 古蛮的第一偶像 就是巨灵战将 毕竟 两人的类型太相似了 都是身材高大 力大如妞 只不过 古蛮万万万没有想到 这开天战 竟然就是巨灵战将的 地兵残片炼制而成的 而开天战 是巨灵战将死后 在地兵残片中 与灵牙帝尊幻象 苦战三千年 才创造出来的 仔细一琢磨 古蛮很快便察觉了 楚行云的人词 巨灵战将死后 已经是死灵了 是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疲劳的 他的三千年 岂只是古蛮的五六千年啊 看住古蛮绝望的表情 楚行云道 这个 你也知道 你的悟性还是不错的 所以应该 这个 应该应该的半天 楚行云实在应该不下去了 开什么玩笑 能够创造出 帝尊级绝技的人 你说他悟性不如古蛮 虽然很想安慰古蛮 但是这假话说起来 却太尴尬了 假的让人无法忍受 无语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道 帝尊绝学 毕竟是帝尊绝学 没有万年时间 怎么可能融会贯通 完全掌握 我还是太天真了 看住古蛮苦涩的样子 楚行云虽然很可怜他 但是却没有办法帮他 虽然楚行云可以将 聚灵战将的感悟 输给古蛮 但是楚行云的轮回斩 是需要开天斩法支撑的 若给了古蛮 楚行云的轮回刀法 就彻底崩塌了 啪哒 啪哒啪哒 就在这个时候 白塔外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 转头看去 水流香和叮当姐妹走了进来 见到楚行云来了 水流香顿时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一路小跑 猛地扑进了楚行云的怀抱中 面对楚行云和水流香的亲热 古蛮尴尬地抓了抓脑袋 急忙转身离开 这点自觉 他还是有的 走到门口处 见到叮当姐妹还傻愣在那里 古蛮一瞪眼 对住两姐妹招了招手 把他们也叫了出去 一时间 整个大厅内 就只剩下了楚行云和水流香 轻易地拥抱在一起 紧紧地拥抱着楚行云 水流香无比愧疚地道 对不起 对不起云哥哥 都是流香连累了你 真的对不起 听着水流香一连串的道歉 楚行云知道 刚才五大俊杰围堵他的事 水流香已经知道了 虽然并不想他知道 不想让他担心 但是这么大的事 全学府都知道了 怎么可能瞒得住水流香 轻轻拍了拍水流香的几倍 楚行云道 你不用担心 他们就是吓唬我的 绝对不敢真的对我下手 拥有着夜靴上的记忆 水流香当然知道 楚行云说的是对的 可是对于连累了楚行云这个事实 他还是内心难安 以前 在真灵世界的时候 他就一直是楚行云的累赘 为了救他 楚行云水里来 火里去 多少次出生入死 九死一生之下 才终于救出了他 可是因为他的任性 害得楚行云不得不舍弃一切 再次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 穿越了星空古路 抵达了乾坤世界 原以为 两人自此以后 就会过着快乐的生活了 可是没曾想 他再次成为了楚行云的累赘 再次把楚行云拉入了水深火热的危险境地 闻着水流香身上散发出的 蓝芝般的辛香 楚行云所有的烦恼和忧愁 顿时全部散掉 微微一笑 楚行云道 不用担心他们 你的云哥哥没那么容易对付 一群毛头小子而已 你不会以为我整不过他们吧 哼 傲娇的一声冷哼 水流香骄傲的昂住下巴 可爱得道 我的云哥哥 那可是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大英雄 大豪杰 那几个家伙除了出身好点 其他所有方面 他们都不配霍云哥哥比出身好点 面对水流香的话 楚行云只是笑了笑 却并没有说什么 虽然楚行云并不为此感到骄傲 但是他可是轮回天地的敌传血脉 而轮回天地 是可以秒杀四大帝尊的存在 即便已经销射万年多 可四大帝尊却依然不敢冒犯 轮回天地的威严 这是什么样的威势 不是在炫耀什么 只不过 真说起出身 楚行云真的比那所谓的五大俊杰 还要高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既然你对我有信心 那就别再乱操心了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年终大笔听到年终大笔 水流香的笑容顿时消散 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担忧之色 抑郁眼表 凝重地看住楚行云 水流香道 虽然对他们很不屑 但是不得不承认 帝尊之所以看重这五大俊杰 是有道理的 他们在武学上 造诣是非常深的 是啊 叹息一声 楚行云道 从五岁起 就开始学习和修炼成套的 帝尊战绩 想不厉害都不行了 点了点头水流香道 尤其是五大 俊杰之手 东方秀 他的剑法堪称出神入化 即便我对上他 也很难战胜他东方秀 听到这个名字 楚行云的脑海中 不由地出现了 东方秀那纤细的身材 美丽的脸蛋 以及那摇曳生姿的步伐 毫无疑问 那确实是人剑合一 最恐怖的是 他修炼的还是 帝尊级绝学 将帝尊级绝学 修炼到人剑合一 那真的太恐怖了 这东方秀 绝对是千古奇才 比如那凌风武皇 他修炼的不过是 黄级绝技 可是千年过去 却依然没有达到人剑合一 而帝尊级绝技的修炼难度 是黄级绝技的千百倍 多了不说 想想古蛮和他修炼的帝尊级绝学 开天斩 就什么都明白了 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楚星云对开天斩的掌握 早不是人剑合一了 而是已经达到了 无招胜有招的超凡境界 思索间 水流香担忧的道 虽然还没有真正对上 但是帝尊既然亲自到现场 看了我的比赛 却还是派他们来这里 想来他们自然有战胜我的办法 听到 水流香的话 楚星云担忧的点了点头 永远不要质疑帝尊的眼光和判断 若是他们的子孙 无法战胜水流香的话 帝尊就绝不会派自己的子孙 来这里丢人现眼 现在 既然他们来了 而且看了水流香半年的比赛 却依然信心百倍 那就足以说明 水流香在他们眼中 绝不是无敌的 第1275章灌顶传宫 一旦水流香败贝 只剩下了古蛮 基本上比赛就败定了 古蛮再厉害 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何况那不止四手 可能是十手 最让楚星云担心的是 虽然开启了不败金身后 古蛮基本是无敌状态 可是这种无敌 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金身形成的护甲 不被打破 换了是普通武者 楚星云是不担心的 古蛮的金身盔甲 没那么容易被打破 可是 若对手是那五大俊杰的话 楚星云就没有信心了 作为帝尊悉心栽培的传人 修炼的又是帝尊战绩 古蛮的金身盔甲 恐怕最多只能抵抗一段时间 最终是必然被破掉的 一旦金身被破碎 那么一股蛮如今的实力 对手的人数又那么多 基本是必败无疑的 虽然说 比赛是五个人的 但若一方拥有一个制强点 无法解决时 问题就会出现 一龙带四重 这个情况是很正常的 正如过去两年时间里的 水流香一样 只凭及个人的强横实力 便带领着一群普通队友 完成了两百场战斗全胜的奇迹 现在最让楚行云担心的 不是别人 正是东方秀 以东方秀人间合一的实力 水流香是万难与他对抗的 就算水流香击败了 其他四大俊杰 可是一旦遭遇了东方秀 却依然是必败无疑 他的不败之身 也将被彻底打破 一旦水流香败了 那要什么时候 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能以平等的心态 与楚行云站在一起 做他最亲密的小交期 如果光是理想不能实现 其实也还是小问题 最严重的是 一旦水流香输了 那么冠军必然旁落 虽然现在 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但是楚行云可以肯定 四大帝尊之间 一定暗中达成了协议 五大年轻俊杰中 获得今年天榜冠军者 就是水流香的夫婿 之所以没有任何消息 是因为这样的事 是不能公之于众的 不然的话 这绝对是帝尊 一生都抹不掉的 天大的丑闻 虽然极寒帝尊非常喜欢 也非常宠爱水流香 但当其他三大帝尊 都坚持的话 他一个人是无法对抗的 事实上 他也不会愚蠢到去对抗 当陵墓帝尊 黑金帝尊 后土帝尊 这三大帝尊 共同下达一个命令时 这个命令 便是人类最高的命令 就算他们三人决定 全人类玉石聚焚 与魔族同归于尽 也一定会执行 并且实现 人类的生死存亡 尚且在三大帝尊的掌握中 更何况水流香区区的婚姻之事 因此 无论如何 水流香都绝不能败 今年的天榜冠军 必须是流云战队 可是 水流香很难战胜五大俊杰 古蛮虽然强大 但是他的开天斩 掌握得还太浅薄 如果是单对单的话 凭集住古蛮的天赋 战胜五大俊杰 应该没有悬念 即便是东方秀 也不可能是古蛮的对手 可不要忘记了 这是团队作战 没人会傻到和你单挑 开天斩无法正面对抗 但却能躲过去招架住 只要不理会古蛮 所有人先合力击败水流香 然后再调转头来收拾古蛮 那么战斗便毫无悬念了 时到如今 只有古蛮的实力强大起来 让对方挡不住 闪不开 再配合水流香的控制 才可以脆枯拉朽的 击败所有对手 一举夺得天榜冠军 目光微宁 楚行云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 轻轻拍了拍水流香的肩膀 楚行云微笑着道 放心吧 没有问题的 三天之后 我送你一个无敌高手 无敌高手 谁啊 听到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顿时亮起了眼睛 只不过 无论他怎么想 都想不出那所谓的无敌高手 到底是谁 轻轻松开环保住水流香的手臂 楚行云道 还能是谁 当然是鼓蛮了鼓蛮 面对楚行云的话 水流香一脸的不可置信 若说单对单 鼓蛮确实可以做到无敌 可是若是对方五个打他一个的话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无敌的 看住水流香娇俏的脸蛋 楚行云忍不住低下头去 在水流香红润的脸蛋上 亲了一口 面对楚行云突然的亲热 水流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一张翘脸顿时羞的通红 开心的看住水流香 楚行云道 时间紧迫 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了 我这就带他走 三天之后 我还你一个无敌的骨蛮 笨问 水流香知道时间的紧迫 以及事态的严重 因此尽管非常不舍 但却没有挽留 失忆了一下 水流香轻轻点起脚尖 粉嫩的红唇 在楚行云嘴角轻轻一吻 羞涩的道 那 香香就在这里等住晕乎乎的 点了点头 楚行云不敢再做停留 再留一会 他恐怕就不能走了 一路赶去二楼的修炼秘室 楚行云叫出了古蛮 随后带领着古蛮离开了九霄学府 通过传送阵 楚行云带着古蛮 回到了天宫岛 赶去了深渊通道所在的那的丘陵 楚行云进入了地下修炼秘室 这个秘室 是楚行云委托深渊帝尊 由那些深渊甲虫挖掘出来的 极为隐秘 也极为安全 进入秘室 两人闭目调息 平复着情绪 好半天 楚行云终于睁开了眼睛 朝古蛮看了过去 感受到楚行云的注视 古蛮也慢慢睁开了双眼 深深地看住古蛮 楚行云道 我 可以相信你吗 虽然不知道楚行云 叫他来这里做什么 但是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古蛮却依然恭敬地回答道 当然 无论如何 我古蛮绝不会背叛回答完毕 古蛮好奇地看了看楚行云 不解得道 老大 你这么严肃地把我带来这里 到底有什么事啊 沉吟半赏 楚行云终于开口道 现在 你有两个选择 一是保持现状 我们的交情不变 并就此相处下去 楚行云 等话声刚落 古蛮便毫不犹豫地道 我选择二 我可不希望我们的关系 就此停止不前 这么说来 你对我们目前的相处模式 其实并不满意了 楚行云恶然道 点了点头 古蛮认真的道 我知道老大戒备之心很深 轻易不会相信人 因此 我选择成为你的御从 希望能以此 来获取你的信赖摇了摇头 古蛮苦笑着道 不过很显然 我的做法是无效的 你对我依然不能完全信任 长吸了口气 古蛮双眼放光的道 我最渴望的是你呢 敞开怀抱 信任我 接受我 认可我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希望能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 哥们 甚至是兄弟 朋友 哥们 兄弟 楚行云低声自语住 旋即 双眼中 暴射出一道金芒 曾经 他是有的 可是正是他最好的兄弟 背后捅了他一刀 导致他轮回千年 回到了幼年时代 他真的可以敞开怀抱 再次相信友情吗 第1276章无敌高手 陈寅伴赏 楚行云摇头道 古蛮 并非是我不信任你 可即便是信任 也是有程度之分的 事实上 我对你 已经是越来越信任了 只不过 顿了顿 楚行云沉声道 只不过 很多事情 即便你是我兄弟 我也不会轻易做出 毕竟 兄弟也是可以背叛的者 听了楚行云的话 古蛮一脸的茫然 是啊 朋友 哥们 兄弟 听起来都是很美好的词汇 可是很多时候 背叛最彻底 下手最狠的 就是这些人 所谓名枪一朵 案件难防 来自朋友的伤害 不但最难防 而且最深 最狠 最伤人 看住楚行云那消索的面容 古蛮之道 他以前曾经被 朋友 哥们 或者是兄弟 深深地伤害过 所以不再肯轻易地相信人 当然 这里的不相信 并不是绝对不信 而是不会毫无保留地去相信 抬起头 看住古蛮 楚行云道 也许你觉得 所谓的朋友 哥们 兄弟 似乎很神圣 可是事实上 我对你的信任 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界线超过 了这个界线 惊讶地看住楚行云 古蛮好意会 没回过神来 但仔细想想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楚行云给了他帝兵开天刀 传了他帝尊级绝学 开天斩 又亲自指点他 让他的意志力突破到武皇境界 没有丝毫的嫉妒 也没有丝毫的隐藏 这一切的一切 趋势超越了朋友的界线 若古蛮的父亲还活着的话 顶多也就做到这样了 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感情 不是爱情 也不是友情 而是亲情 父母之情 是比天高 比地远 比宇宙更加辽阔的情感 现在想想 楚行云给予他的信任 已经超越了朋友 哥们 兄弟的范畴 只是他贪婪的 想要更多而已 羞愧的站起身来 右手握拳 时钟而直指向天空 无比严肃地道 古蛮愿力心魔事 若古蛮辜负了老大的信任 必将万魔是心 万魔 是心 听到古蛮立下如此重视 楚行云也是大为动容 没曾想 古蛮竟然忠意至此 心魔最是恐怖 即便帝尊 也抗不住万魔是心 帝尊确实是长生不老 但却不是不死不灭 否则的话 这世界上的帝尊 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几个 星辰秘境里的水落秋 不就是陨落的帝尊吗 虽然拥有着无限的寿命 但是帝尊也会被杀死 轮回天地 就拥有着秒杀帝尊的实力 心魔事 是最阴毒的誓言 一旦立下心魔事 便在南北判了 否则的话 万魔是心之下 即便是帝尊 也是在劫难逃 慢慢站起身来 楚行云也是右手握紧拳头 时钟而直指向天空 庄严的道 楚行云愿意立下心魔事 若楚行云辜负了古蛮的忠诚 必将万魔是心 原本 立下心魔事时 古蛮内心虽然心甘情愿 但是却并不是太开心 毕竟 不管怎么说 他立下誓言 都是有被逼的成分 可是 当楚行云和他一样 立下了同样的心魔事的时候 古蛮简直开心得不得了 只感觉 哪怕立刻为楚行云死了 他也心甘情愿 如果两人同时立下了同样的誓言 那就不是谁逼谁 也没有自发和自愿的问题了 当彼此同时立下如此誓言时 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已经等同于一人 而自己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 开心地看住彼此 如今 楚行云和古蛮的内心 再无任何的隔阂 彼此之间 对对方都是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的信任 微笑着看住古蛮 楚行云微笑住道 来 你坐下面对楚行云的命令 古蛮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 仰头朝楚行云看去 入目所见 楚行云渐渐收起了笑容 轻轻探出右手 时钟而止 轻轻地点在了古蛮的额头之上 一道清凉的气流 涌入了脑海之中 下一刻 一道清澈的气流 流淌而来 汇入了古蛮的尸海之中 轰隆 一声乍响 古蛮只感觉眼前一亮 随后彻底地暗了下来 黑暗中 一丝光亮 渐渐地亮起 并迅速地绽放开来 黑暗的世界里 一道巨大无比的身影 从远处走来 每一步踏出 整个宇宙都在振战 走到近前 那巨大的身影 冷冷地看了古蛮一眼 随后右手一扬 手中出现了一柄巨大的巨剑 接下来的一切 看得古蛮箭如痴如醉 没错 这个巨人 正是巨灵战将 而他此刻施展的 正是帝尊级绝学 开天展 兴奋地看住那巨大的身影 古蛮只觉得 对方每挥出一剑 自己的石海中 便出现了一道凝固的 永恒的剑影 一剑 两剑 三剑 纵横呼啸中 那巨灵战将 一共挥舞了三千剑 才终于停了下来 深深地看了古蛮最后一眼 那巨大的身影 瞬间爆炸开来 化作了漫天的星光 在古蛮留恋的目光中 那漫天的星光一阵盘旋 随后纷纷汇入了 那三千道剑影之中 看住那三千道 意义生辉的剑影 古蛮知道 这就是巨灵战将的传承 这三千道剑影 正是巨灵战将 在帝兵残片内 三千年积累的 所有剑道感悟 古蛮终于明白 楚行云为什么那么慎重了 帝尊级绝学传承的珍贵 再怎么形容都不算夸张 以水落秋为例 他的帝尊绝学 就没有传承给任何人 之所以不肯传 是因为灌顶传承的结果 必然是魂飞魄散 巨灵战将的这道传承 是以魂飞魄散为代价的 水落秋若是也将自己的 帝尊绝学传承出来 那么传承结束 他也就魂飞魄散了 帝尊即便死了 可是他们的英灵 却永恒不灭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不曾有任何帝尊 将自己的帝尊绝学 以灌顶的方式传承下来 灌顶传承的好处太大了 基本是将一生的感悟 完全地彻底地灌输给对方 时到此刻 古蛮对开天斩的掌握 已经和巨灵战将完全一样了 而巨灵战将 却已经是灰飞烟灭 魂飞魄散了 感慨地叹息了一声 古蛮正打算退出石海 无比真诚地感谢一下 楚行云时 一道金光却忽然在石海中亮起 金光暴闪之间 古蛮石海中一变凸起 第1277章 刀刀大圆满 金光暴闪之间 一道巨大的金牛虚影 出现在了古蛮的石海之中 那金牛巨大无比 昂首向天 垂涎欲低地 看住诸天之上 那三千道剑道剑影 梦 仰天长嚎一声 那金牛猛地张开了嘴巴 猛地一吸之间 那漫天的剑影 瞬间化作了一道道虚影 被吸入了金牛的口中 喂 不要啊 眼看着所有的剑道剑影 接二连三地被金牛吸入腹中 古蛮凄厉地大叫了起来 这可是他的首席偶像 巨灵战将的传承啊 怎么能当杂草给吃了 可惜的是 任凭古蛮喊破了喉咙 那金牛却依然是脂肉网纹 大嘴一吸之间 所有的剑道剑影 全部被吸入了腹中 终于 随着最后一道剑道剑影 被吸入腹中 那金牛满足地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 在古蛮哀伤欲绝的注视下 那金牛的一对粗壮的牛角上 出现了三对暗金色的道纹 仔细看去 那三对暗金道纹 彭扶三对暗金之环一般 套在牛角之上 看起来古朴而又神秘 这是 这三对金环原本是金色的 鱼 金牛其他部分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三道金环 分别对应着野蛮打击 野蛮冲撞 以及野蛮践踏 可是现在 吞噬了聚灵传承之后 这三对金纹变成了暗金色 随着金环变成了暗金色 一种名物 重新抵升了起来 慢慢闭上眼睛 古蛮不知不觉中 进入了最深沉的顿悟状态 脑海中 古蛮出现在了一个空旷的世界中 周围一片黑暗 什么都没有 黑暗之中 只有古蛮的身躯 散发着一道道金黄色的光芒 手持开天刀 古蛮一刀劈出 自上而下 将黑暗的夜空劈成了两半 刀势不止 开天刀劈至地面时 古蛮战刀一转 瞬间一记了斩 自下而上 再次一刀斩了出去 随着第二刀劈出 脚下的大地 因 刀而裂 一连两刀 整个黑暗的世界 从上到下 从天空到大地 从中间的位置 被劈成了两半 缓缓朝两侧分开 哼 看住渐渐朝两侧分离的天地 古蛮冷哼一声 手中战刀一收之间 一记横斩爆裂斩出 是 剧烈的破空声中 金色的刀芒一闪而逝 一刀之下 整个黑暗世界 被蓝腰斩成了两段 一时间 风起云涌 天崩地裂 整个黑暗世界 在古蛮的三刀之下 被整齐地劈成了四块 分别朝着四个方向 缓缓分离 三刀之下 黑暗被驱逐 整个世界充满了金色的光芒 豪情万丈地 助力在天地间 古蛮仰天狂笑 如今 他的开天斩 终于达至最高境界 虽然在浓缩之下 开天斩被精减为三招 但是所谓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古蛮的开天斩 已经超越了无招胜有招 达到了至高无上的造化级 野蛮打击 融合了开天斩后 净化成了开天斩 野蛮践踏 融合了开天斩后 净化成了屁的斩 野蛮冲撞 融合了开天斩后 净化成了无极斩 开天斩地 造化无极 此为刀到大圆满 当然 古蛮现在还只是知道 知道未必能做到 而且 古蛮如今的境界 还只有涅槃九重天 还不足以发挥出 这套刀法的所有威力 不过 既然已经知道了 那么做到就不难 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此时此刻 古蛮就像一个刚刚 接受了灌顶传工的孩子 虽然满腹经轮 但是却难以学以致用 最起码无法活学活用 而且 一个孩子那缠弱的躯体 也根本无法催动 威力如此强大的刀法 不过 虽然暂时做不到 但它只需要 一步步地成长下去 修炼下去 境界总是可以提升起来的 大量的战斗下 不断地提升境界 当有一天 它可以完全发挥出 这套武学的所有威力时 它便已经是至高无上的 刀到地尊了 慢慢睁开了双眼 古蛮只感觉脸上一片清凉 下意识用手摸了摸 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刀到大圆满之后 古蛮再不需要去钻研和修炼刀法了 它现在要做的 就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疯狂修炼 提升自己的武道境界 第二件事 就是疯狂战斗 学以致用 将知识转化为力量 只要坚持不懈地围绕这两点走下去 帝尊基本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扑通 猛地跪倒在地面 古蛮痛哭流涕地道 大哥的栽培之恩古蛮 得得得 急忙弯下身来 用力地扶起古蛮 楚行云笑着道 你我之间何须如此客套 快起来 激动地站起身 古蛮无比感激地抓着楚行云的手臂 颤声道 自今以后 老大但有所浅 上刀山 下火海 古蛮万事不辞 若有半思为抗 必受万魔是心 哈哈一笑 楚行云摇头道 都说了 不用客气了 顿了顿 楚行云严肃气表情 认真的道 不过说真的 我现在还真有一件事 需要你去办啪啪 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古蛮道 有事你尽管说 能做到的 古蛮会全力去做 做不到的 古蛮会拼命去做 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你这话就不对了 若你做不到的 我却逼你拼命去做 岂不是辜负了你 那我不是要受那万魔是心 啊 这 听到楚行云的话 古蛮不由的傻了 对啊 老大可也立下了新魔似的 无论如何 他是不能害自己的 古蛮又惊又喜之间 楚行云低声道 怎么样 想不想和那五大俊杰过过招 看看你这个名垂青史的 历史上的涅槃第一人 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 听到楚行云的话 古蛮不由眯起了眼睛 傲然道 即便老大没有传功于我 我尚且不畏惧他们 何况现在 傲然一笑 古蛮道 我可以负责的 说 这一生 他们都不可能战胜我 我现在的无敌模式 已经完美无缺 坚不可摧 不然的话 怎配做我楚行云的兄弟 紧紧地抓住古蛮的肩膀 楚行云道 去吧 去战胜五大俊杰 夺了他们的器语 天榜冠军 是我们的